距离亚运会开打,只剩下十天左右的时间,而在这十几天内郎平,将先后率领弟子们参加颁奖典礼,随后进入备战的冲刺阶段,与以往不同的时候, 此次亚运会郎平继续沿用了三接应的阵容配置,很显然郎平还是非常不放心这个位置,毕竟杨芳旭和曾春磊都有伤在身,龚翔羽又无法真正的扛起接应的大任,所以带上三名接应,或许也是最好的选择吧。 可想而知,对于接应人才的选拔,郎平还是非常在意的,就拿此次瑞士赛和亚洲杯的名单来讲,郎平就有一补强中国女排接应的位置,多名新人获得了郎平的赏识。 其中亚洲杯的名单中,新面孔还是较多的,所以这份19人名单,也被认为是国家队2队的名单,不过在这份名单中,接应位置的几位新人却值得期待。 陈佩妍、朱月舟和王梅易都有王获得郎平的栽培,其中,23岁的朱月舟,作为浙江女排的核心接应,朱月舟各方面的技术还算突出,只不过朱月舟与其他球员有些不同,187厘米的身高虽是标准的接应身高,但他的扣球高度较了一般,只有306厘米,这与他单脚起跳有直接的联系。 朱月舟的这个习惯并不好,毕竟这样会增加膝盖的负荷,同时起跳高度,也不如双脚起跳的球员,同时朱月舟的进攻能力较为一般,这是他当前的最大问题。 当然,朱月舟也有自己的优势,他的加下移动能力,一传,防守方面还是不错的,同时他的发球也非常有威胁,因此朱月舟只要能加倍努力,有朝一日他同样有机会。 成为国家队的主力接应,至于他是否会获得郎平的重点栽培,也就只能等待时间来证明,期待朱月舟能带来惊喜。 Zither Har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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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